小美和几个好闺蜜在喝下午茶 女人嘛 碰到一起就叽叽喳喳聊个不停 可小美的表情总是非常奇怪 不知在想着什么 这时短发妹开始炫耀 她的男友向她求婚了 她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 随后她问起长发姐的情况 长发姐敷衍了两句后 便兴奋的问小美 是不是也快要和男友结婚了 小美顿时大吃一惊 自己刚有男友 还没来得及告诉人 长发姐怎么会知道 这时短发妹埋怨小美 有男朋友也不告诉她 就知道告诉长发姐 而且她总是什么都只告诉长发姐 听完这些后 小美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尴尬的不知该怎么回答 长发姐突然发声 帮她解围 在好姐妹聊天时 小美一直不停翻看自己的手机 没一会儿 长发姐去上洗手间 离开时还朝小美笑了笑 当长发姐走远后 小美立马选有另外两个朋友 长发姐是谁 自己不认识她 两个朋友听后 觉得小美是不是脑袋笑多了 她是长发姐啊 和小美在高中时就认识了 可小美始终想不起来 长发姐到底是谁 小美非常疑惑 难道是她的记忆混乱 可她的手机内 根本没有长发姐的联系方式 两位好友天后否则她 你不会不认识我俩了吧 小美非常坚定的表示 自己确实不认识长发姐 自然正说着 长发姐突然回来 小美接盟告诉两个朋友 刚才她们三人说的话 先别告诉长发姐 谁知一个嘴快的闺蜜 还是如实说了出来 小美非常尴尬 不知说些什么 于是她借口去了洗手间 在洗手间内 小美又一次仔细翻找自己的手机 确实没有长发姐的联系方式 这时长发姐来到洗手间敲门 让小美快点回去 小美吓坏了 只能点头答应 她不知道长发姐是谁 到底想要干什么 但她总不能一直躲在洗手间内 于是她收拾好情绪走出洗手间 刚好碰到了长发姐 小美吓得不敢再往前走 可长发姐并没有发现她的异常 反而开心的拿出戒指给小美戴上 并表示要和小美一直在一起 说完便离开了 可小美却被她吓得快要哭出来 她这下戒指放进口袋里 回到座位上 小美已经吓得快要窒息 可另外两个好友都在这时离开了三桌 看着长发姐微笑的表情 小美鼓足勇气询问 两人真的认识吗 这时长发姐收起笑容 要求小美向大家保密 随后她告诉小美 她死了 小美吓得迅速牵涩 可长发姐却突然拿下一只戴着的手套 一把抓住小美 诡异的看着她 小美吓得一把推开长发姐 拿起包包迅速离开 没想到在门口摔了一跤 这时两位好友也追了出来 他们询问小美发生了什么 小美战战兢兢的告诉两人 长发姐说她已经死了 两个朋友听后 疑惑地反问 长发姐是谁 我们一直都是三个人啊 小美回头朝餐厅看去 里面根本没有长发姐的身影 而桌子上的餐具也只有三个人的 两个朋友十分无语地离开 可小美在口袋一摸 长发姐送给她的戒指还在 刚才不是她的错觉 长发姐真的存在 而且还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就是她的战外 和这个战外 她的战外 也会浩抬